大部分都來了 走到這邊有沒有人要跟我分享一下走這一段的感覺 不要客氣跟我分享一下走這段的感覺 不要讓我唱獨角戲這樣很難唱 是不是馬路填高了 路很窄還有勒 房子很久 好 就跟大家講一下 現在大家站著這塊區域 包含前面不是有那個鐵梨圍起來在蓋的那個地方 一共有1234 四棟建築物 都是1960年代至70年代 那個時候在這邊蓋起來要給警政署長官 刑事局長官來居住的警察宿舍 那這邊這個警察宿舍 跟剛剛那邊的富台新村 不一樣的地方是富台新村 他們那邊原本的土地跟房屋 不是屬於他們的 但這裡是給他們 是給這些長官認購的 所以這邊的房子 都是原住戶自己所擁有的 那為什麼我會在這邊停下來呢 我如果是停下來一定是有原因的 好不好 來先給大家看 由應該是由左至右 這個是原本一整個警察宿舍的樣貌空拍 這個是去年以前的樣貌 就是拆了一半一半沒拆 這個是2020年的樣貌 但是呢2020年的樣貌呢 這裡會蓋一角 為什麼這裡會蓋一角呢 因為其實警察宿舍的 往南邊的那一半段 在2001年的時候 那裡的住戶 大家通過要都更改建 那可是裡面就是 裡面有一些住戶 他不同意 所以拖了很久很久很久 拖到去年的7月才解決 為什麼 蓋一角 因為 蓋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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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因為這棟的住戶 他就是不要蓋 他就是不同意 所以